公元前208年12月,明锤千古的巨鹿之战正式打响。 这场战役大家实在太熟悉了,而且司马迁的《史记》也实在写得太精彩了。 小编这里不多献丑,直接引用《史记》向于本纪、原文,让大家感受下文学之美。 向于以沙青子冠军,威震楚国,明文诸侯,乃遣当阳军,蒲江军降足二万渡河,旧巨鹿,战少力,陈于赴请兵。 向于乃西引兵渡河,结沉船,破府赠,烧炉舍,持三日粮,以示士族必死,无意还心。 于是,志则为王黎,与秦军狱,久战,绝其永道,大破之,杀苏脚,掳王黎。 射奸不详处,自少杀。 当时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就巨鹿下者十余弼,莫敢纵兵。 集楚激勤,诸将皆从彼上官。 楚战士无不一当时,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追恐。 于是以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园门,无不悉行而前,莫敢仰视。 项羽游士使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蜀颜。 这一段描述,贡献了好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破府陈州,以当时作弊上官,悉行而前。 读完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绝大多数读者都不得不为项羽的英雄无敌所折服。 不过,我们如果翻看张尔,陈于这一戏的说法,就会发现其和项羽一戏的激情记载有不小区别。 当时时,燕,其,楚文赵集,皆来救。 项羽兵术决张寒永道,王黎君发誓,项羽吸引兵渡河,碎破张寒。 按照项羽的说法,所有诸侯都是吃干饭的,直到英雄无敌的项羽出现。 项羽率部破府陈州,独自彻底击垮秦军,歼灭长城军团,俘虏王黎。 张尔和陈于的说法大不一样,他们承认项羽率领的楚军的到来是解围的关键。 但项羽部队主要功劳是缓解了联军兵力劣势,项羽的生力军牵制和击退了张寒部中央军。 联军才敢于围歼王黎长城军,是联军歼灭的秦长城军。 双方的说法肯定都存在夸大自己,贬损他人之处,谁的说法在大局上更符合实际呢? 按照项羽一系的说法,储君完全凭借自己的战斗力,独立打败了张寒中央军,吃掉了王黎长城军。 这就存在一个巨大矛盾,储君独立就能完成这一切,还让所有军阀们都震撼地跪着参拜。 那他为什么不成声追击,迅速歼灭张寒部秦军残部? 要知道,此时刘邦还刚到河南打怪升级,刘邦离升级城有能力进军关中的巨恶还有遥远的距离。 储君与张寒部秦中央军莫记了半年,最后也没歼灭这支部队,只是勉强收响了他们。 然后还要继续莫记下去,直到一年以后,项羽财帅君正式进入关中。 项羽在英雄无敌的绝对优势下,莫记整整一年,把本来毫无圣迹的刘邦拱手送入关中,就此丢掉天下。 这好像是在写魔幻小说,而且是不入流的魔幻小说。 这只能说明项羽一系的说法极可能夸大了其部在巨鹿之战中的作用。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张尔沉玉一系的说法。 储君到来后,从侧翼攻击秦军后方,断绝张寒部秦中央军与王黎部秦长成军的联系。 随后张寒部作战稍有不利,立即撤退。 某种意义上,是张寒主动抛弃了王黎部长成军,这才让联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据坚长成军。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储君和诸侯联军要继续和秦中央军末迹一年。 因为秦中央军主力完整保留,储君和联军对其毫无优势可言。 从军事和政治常识来分析,张尔沉玉一系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而项羽一系的笔杆子在宣传上做得更好。 2000年前的宣传其实和今天在微博朋友圈打舆论战很类似。 故事的完整性、可读性、挑逗性远远要比事实真相重要。 用今天的话来说,小作文的水平加传播的先发性加渠道的垄断等于无敌的宣传。 人们一旦情绪先入为主地被小作文调动,就会不由自主地认为, 人家小作文写了这么多场景,情节,哪怕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是不得了的呀。 所以,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去认同小作文背后渗透的主题, 不由自主地维护小作文要表达的爱憎。 项羽一戏在小作文上绝对是高手。 蒙虎下山一节我们就介绍过, 不管逻辑上如何狗屁不通, 小作文把项羽辟邪剑法杀了一百多好人这么一渲染, 人们完全忘了像梁京采绝伦的前后布置。 巨鹿之战的小作文多半也是如此。 在这篇小作文里,给人的感觉就是项羽一出手, 秦军一天倒,三下五除二,亡狄就没了。 但是司马迁在保留项羽一戏小作文的同时, 也为我们保留了张尔沉鱼一戏的说法, 还为我们保留了原始始料。 原始始料在《秦楚之记》月表里。 月表是司马迁对原始始料的列表整理, 里面没有小作文,枯燥无味, 但是真实性自然远远高于小作文。 月表记载得很清楚, 大响巨鹿之战, 大会诸侯并称为联军盟主都是十二月的事。 而王黎到一月才被俘虏。 显然,为奸秦长城军, 俘虏王黎是联军共同战斗的结果。 像羽一戏的小作文刻意模糊了其中的顺序和时长, 刻意地加上很多无法证实的细节, 比如诸侯都被振服地跪着走路, 莫敢不从之类。 总之, 小作文想告诉大家, 项羽之所以有后来的地位, 就是因为一出场项羽就如天神下凡, 所有人都已经被项羽的王八之气彻底征服。 是不是扯远了? 咱们言归正传, 大家肯定有疑问, 帝国的张韩部中央军 为什么要抛弃王黎部长城军呢? 我们回过头看一下, 李斯一截, 应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帝国在一年前做出了由政府口领先中央军服以行徒兵出击的决定, 之后随着中央军无力打开局面, 帝国不得不动员所有力量增援, 北疆长城军也因此被调往中原战场。 张韩所部中央军屡次增兵, 具备相当战斗力的精锐至少三万以上, 其余杂兵据说是有三十万。 即便一年多艰苦战斗损失了将近十万, 现在总兵力也在二十万以上。 长城军我们在秦帝国灭亡连载的扶苏一节有过详细介绍, 虽然号称三十万, 但实际上精锐常备军不超过二万, 其余多是杂兵且最多十余万人。 所以正常来说, 中央军强于长城军, 在帝国当前的命令里, 长城君主率亡里也是受张韩截止的。 但我们不要忘了, 在大举增兵的同时, 愤怒的二十皇帝一举拿下了正副口三巨头, 冯去吉、李斯、冯解。 到十二月, 三巨头已全部被杀。 张韩, 司马兴都是三巨头力保之下, 才能以正副口官员成为中央军主帅。 我们可以想象当三巨头被杀消息传来后, 张韩, 司马兴等中央军高层是何等惊恐? 二十皇帝未必不想除掉张韩, 司马兴, 只不过大军在他们手里, 皇帝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有一个叫做杨雄的将领, 据说这个人和张韩齐名, 但是打了败仗, 皇帝派人拿个诏书赶到军中, 说杀就杀了。 现在中央军如果和王黎部长城军合兵一处, 一旦二十一捡诏书下来, 授权王黎阵战张韩, 司马兴等人, 他们除了引颈就落, 还能怎么办? 此时的张韩, 司马兴根本不敢和王黎碰头。 于是, 前线的秦军就出现了以下奇葩的军事部署, 绝对主力中央军躲在后面, 主要职责是负责后勤。 作为增援部队的长城军, 被迫顶到了巨鹿前线直面联军。 王黎的长城军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 他们当然不能接受, 可是他的脖子被人家卡住了, 他不接受也得接受啊。 当时进入巨鹿战场就两条道路, 一条是从山西进河北, 一条是沿黄河到兴阳一带, 在北上巨鹿。 从山西进河北, 要穿越险峻的太行山, 道路崎岖。 而南县的黄河, 张鹤一带, 水系发达, 运输方便, 粮食几乎只能从南县运过来。 可是南县这一年多来, 一直是张寒部中央军在经营, 王黎部长城军, 此时哪有能力插手呢? 现在你如果不愿意服从命令, 那我张寒就随时断你的粮食, 你敢不听命令吗? 你王黎就是要不听命令, 你还敢来打我不成? 你也打不过呀。 王黎当然也不会甘心就此束手就擒, 他的想法就是你控制了黄河沿线, 观众的粮食和物资我都得看你脸色, 那我自己去争择, 自己去找个地方建立根据地吧。 我们看一下地图, 黄色星星就是王黎的位置, 巨鹿是赵国的地盘。 此时, 邯郸已经被张寒的中央军抢下, 邯郸附近已被张寒兼比青野, 人力都被抓去张寒地盘了。 恒山, 现在的石家庄地区, 又被赵军陈渝部给抢占了, 长山附近已经被陈渝的部队兼比青野, 人力都被调去巨鹿附近了。 河北地区四面八方不是被兼比青野过, 就是敌军云集, 没有做根据地的条件。 为了生存, 王黎派出了分部南下, 红色箭头所示, 打算到暂时没有强力部队占据的河南东郡一带去建立根据地, 搞点粮食。 遗憾的是, 王黎部南下开辟根据地的分部遇到了打怪升级的刘邦, 遭遭遇惊败。 河南现在看上去是无主的混乱之地, 但绝不意味着在这里活动的部队好惹。 王黎南下河南的部队多半屡遭打击, 无力立足。 这样兜兜转转几个月, 王黎悲哀地发现, 天下之大, 竟然没有他长城军可去之处, 只能乖乖地在巨鹿城下等待命运的审判。 可想而知, 王黎部长城军的士气有多低落。 项羽率领的储君主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渡过黄河和张河来到了巨鹿城下。 秦章韩部中央军和王黎部长城军自我分割成两部, 给了联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但是联军的精锐不是很多, 而且联军内部也不是很和谐。 比如说, 被困巨鹿的部队向陈瑜反复求救, 陈瑜就派了五千人做做样子。 说白了, 兵荒马乱的, 手里有兵才能当大爷, 谁也不肯在这个时候丢掉手里的筹码。 张罕, 王黎如此, 联军各部也如此。 项羽洞吸了当下局面的奥秘, 果断决定率储君向外围的张罕部秦中央军扑过去。 如果储君直接去打王黎, 张罕躲在后面随时会过来蹭吃蹭喝, 搞不好还会给你捅刀子。 所以, 项羽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先打你张罕, 看你咋办。 张罕一下就慌了, 你怎么不去打王黎, 打我干嘛? 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了, 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了, 大家的厌战情绪都非常浓。 战争突然爆发的前几个月, 往往是大火战斗激情最旺盛的时期, 期待通过战争获得巨大收益的人都上蹿下跳, 兴奋得不得了。 如果战争被拖成持久战一到两年, 战争将进入各方时期最低落的时期, 看不到头的沉重局面让大多数人都极度厌战。 之后, 各路英雄豪杰逐渐建立起稳固的军政合一政权, 开始了有力的战事动员和战事纪律, 大火将进入习惯性战事状态。 后人总说, 巨鹿之战是秦军与反秦联盟的决战, 这可能吗? 之后数年天下还将经历无数次规模巨大, 死伤无算的战斗, 各国的部队还将源源不断地涌来, 怎么可能一个巨鹿之战就能让秦军获胜? 张寒的中央军对此是最有体会的, 他们歼灭了周文的部队, 歼灭了吴广, 田葬的部队, 歼灭了陈胜的部队。 他们在林济城下敖战, 历尽艰难打下林济, 灭亡魏国。 他们又在东俄, 蒲阳和定陶三角地带继续分战, 损失巨大总算击败了储君。 可是结果呢? 哪次敌人不是越打越多? 在巨鹿与敌人拼命有用吗? 还不是继续望不到头的苦战? 张寒部中央军经验丰富, 实力强劲, 守守城肯定大有余力, 但是与储君也战, 部队大约已经失去斗志了。 于是张寒果断率不撤退, 至于王黎部的兄弟们, 爱砸砸地, 项羽头脑很清醒, 他先不管秦中央军, 立即回师完成对王黎部的包围, 以反秦联盟的名义要求各部配合, 举荐王黎部长城军。 这样, 不但战斗获得了辉煌胜利, 储君还借此得到了联军领袖的地位, 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 黄金河北此时群凶毕制, 没那么好拿捏, 项羽凶霸联军的道路现在也就刚刚开始。 想要去试图了, 我们下来得及到写状中的, 然后用来得及到写状的有一点。 对方说我们 stayed听到写状,